南台湾的朋友们刚刚有没有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中央气象局指出就在傍晚5.23分 台东外海发生瑞士规模5.8的地震 正央位于东南部海域 也就是台东县政府南方93.6公里 深度为31.2公里 其中屏东及台东地区最有感 震度达到四级 高雄 台南 嘉义 云林 以及彰化也有达到两级 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指出 初步看来这期规模5.8地震 应该是因为板块挤压的关系 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台湾南部有一个 欧亚大陆板块向东引没到 对运海板块的引没在所造成的 过去附近地区也有一些地震活动 今天应该是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地震测报中心透露 未来也不排除会有余震发生的可能 保守一点是可能一个礼拜以内 会有三点多的四点多的地震 但因为地震深度超过30公里 余震次数应该也不会太多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